警方來到秋信嫌犯住家 地上擺滿各式各樣制毒工具 宛如一座小型化學工廠 警方發現嫌犯以類P2P為先驅原料 製造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沒有以往制毒過程會產生的刺皮化學氣味 嫌犯自認天衣無縫 遭專案小組查氣時 當下還在網路制學制毒流程 渾然不知已遭警方鎖定 我們歷經半年的根堅修正 發現嫌犯陸續的購買 製造毒品所需的儀器 化學器皿 化學品 化學區原料 然後我們在本局的毒品查體中心 跟本局建樹科的協助室下 確認上述的一些物品跟製造毒品 我們在11月底 建時機成熟 然後申請居下 收手票 對嫌犯住處進行攻堅 發現秋嫌 秋嫌 在住處以網路制學的制毒流程 再搭配這些制毒化學區原料 沒有刺底的氣味 來規避民眾的檢舉 或者是發現 那本案是國內首建 以類P2P 來製造第二級毒品 我們適時查獲 可以有效的斬斷毒品的攻擊 然後本局也會持續的統合 各警察機關的增產能量 然後統合各項的情資 來持續的打擊毒品 有效打擊毒品犯罪 另外真山大隊則是聯手關務署 查出運毒集團 從德國以寵物用品貓殺名義 寄出國際包裹 內長5.125公斤的毒品凱他命 集團由幫派成員策劃 指揮進行毒品運輸 利用分層轉手 領受毒品包裹以躲避警方查契 那基本上這個 甲乙進口寵物用品名義 來入台的這個國際包裹 是從德國寄進來的 那實際上呢 在整個組織的一個規劃裡面 其實早在很早之前的時候 這個天道盟綜藝會成員 這個防禁首島 他其實早就已經招募好 有1、2、3層的一個犯險 來進行一個分層轉手 來進行斷點 那甚至呢 他們也為了要找人頭 所以去找了一個理性 才能擔任其他提供人頭身份證 所以呢 整個他的一個郵包的流向 就是先由第一層的陳姓主 陳姓的這個犯險 去來接收這個毒品郵包 接著呢 他們再到一個固定的地點 交給第二層 那也同時呢 會去指揮監督 他們在取貨當下 他也沒有司法單位正在監控 那接著呢 他拿到以後 會再交給上層的這個陳姓幹部 最後才交給這一個黃姓的首腦 那整個專案調查 耗時了五個多月 那我們調查發現呢 這個半毒總司機閣呢 他是利用分層轉手的一個方式 來躲避警方的查器 那我們全案總計查器 幕後首腦 偏到我們正義會主銜以外 同時也查到了一二三層 各層的一個主銜 那我們同時查扣了 Ketamine毛重5.125公斤 以及販毒的贓款 新台幣三十九萬四千兩百元 那也呼籲民眾 勇於檢舉提供相關的製毒 走私販毒的情資 那最高的檢舉獎金 可以高達新台幣一千萬元 如果因而破獲的話 那這個獎金都很高 那也請民眾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會以匿名的方式 來做這個檢舉筆錄 來進行調查 那檢測署最近 針對黑道幫派的一個黨籍 當然他所引申 來維申的這些犯罪 包括毒品主事案件 或者是毒品販賣案件 都是他們生產的這個攻擊 那這次刑事局的曾三大隊 也就爭破了天道門正義會的王姓成員 他利用轉手 層層轉手的一個手法 用郵包郵寄的方式 加長的五公斤的K他蜜 在關口被刑事局曾三大隊的一個男主 把他軟下來 另外最邊境企圖的部分 近期從去年開始 在關務署的一個郵件中心 所查獲到的這些毒品的郵包案件 也交過於行事局來做後續的一個追查 那從去年9月到現在 有追查出來八件14人的一個 涉及幫派的一個郵包總司毒品案件 那這個層再再都顯示出黑道幫派 涉及到毒品案件的一個情形 相當的一個嚴重 所以也列為掃蕩毒品 也就是在打擊幫派犯罪的一個策略 那另外檢證署也針對這些經常 黑道幫派的一個活動 季體的這個場所 也就是高風險的一吸毒場所 總共有12處的一個掃蕩 那這次也掃蕩了一個處所 同時有28人在這邊吸食毒品 得以開發的情形 那另外也有190處 涉及到的一個這個場所的一個違規案件 也用行政採取的方式來加援採訪 這在在都是要斷結黑道幫派 它的一個金錢的一個來源 那警察署這邊要再重申 針對黑道幫派所營生的這個毒品 進入到毒品的走私 或者是營 特地場所的一個維護 或者是營業的一個生產來源 都會一一的在減速 一一在查氣 警政署長黃明昭表示 將持續統合各警察機關量能 加強情資整合 建置毒品資料庫 有效打擊毒品犯罪 達到溯源刨根的目的 記者理期會台北報導